今天我们要读思想的信息就是 生气却不要犯罪 如果我们读英文的话 我们会发现在生气后面有个逗号 中文圣经就没有 中文圣经说生气却不要犯罪 但是英文就把生气一个逗点以后说 却不要犯罪 以福所书四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 请大家一同读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寒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路 如果我们从这两节圣经来了解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生气有生气的原则 如果你没有按照生气的原则的话 这个气氛很可能就会 演变成一个犯罪的行为 这个生气就会给魔鬼有个机会 来催促我们 来误导我们 陷入一个可能是很危险 很可悲的情况 那么今天呢 我们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分辨一件事情 就是说不是所有生气都是罪 我们常常说我们人会有成见 成见是什么呢 就是先祝为主在你的脑中已经有个观点 而且成见很难消除 你想到这样你总是这样 即使牧师即使人家告诉你 替你纠正替你扭转 但是呢 人的成见常常会出现 我们说有事也尽 那今天我传这个信息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基督徒一般来讲呢 就认为 我先告诉你们 我们基督徒常认为生气是不好的 但是你从以乎所书二十六章 从文法来说 中文没有这个方面的 英文呢 你看到文法呢 它是一种命令式 或者一种吩咐式 必要式 就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换句说呢 换句话说呢 英文翻译得很好 就be angry 不是说 如果你不得不生气的话 你就要怎么样 不是 这句话可以翻译成什么呢 要生气 生气吧 或者说应该生气 那么这个呢 和我们普通的基督教的观念 有很大的处理 所以今天我一定要讲清楚 而且这样你们明白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有这个成见 以为所有的生气都是不好的 对你来讲 你很苦 因为有时候 你都看见事情 你生气了 那你说 哎呀 主啊 为什么我信主信要这样多年 我还这样的转重 我还这样的败坏 我还会生气呢 这是对你自己的 对别人来讲 如果万一有一天 你当然要拜他 听见牧师讲一句很严厉的话 或者带着气愤的话 那你可能就会因此办到 你说我从此不要到家里去 他是牧师呢 他还生气 我们就会因为牧师生气 我们就认为牧师失败 牧师犯罪了 我以后就不到礼拜堂去了 所以这个呢 因为你用入错误的评论 刚才讲的话 是你自己见的自己太不好 为什么我还会生气 第二呢 当被人生气的时候 你去批评他 这里他是犯罪了 是失败是堕落了 所以你可能就因为这个事情 也这样 要跌倒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思想 罪 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不是所有的生气 都是罪 那我们常常说的 我们最好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效法耶稣嘛 那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应当以耶稣的心为心 而且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 当我们面临一件事情的时候 最好的方式 我们就说 诶 如果耶稣是在我自己的场合里面 他会怎么样做 所以 以耶稣怎么样做来思想的话 那我们就很稳妥 我们就会走在主道中 那么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样 这样处理愤怒 处理生气这些事情 好 我们先看耶稣的教导 耶稣在登山保训里面 讲过 他说 温泽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 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 耶稣说什么 你们要赴我的儿 学我的样子 为什么 因我心里走何千倍 换句话说 耶稣教导我们要温柔 温柔的人有福 耶稣这次也说 他是温柔千倍的 那么 耶稣曾经生气吗 耶稣生气吗 有 有 那他在什么情况生气 所以耶稣叫我们要温柔 但是耶稣去生气 并不是耶稣言行不一致 而是从耶稣的生气里面 我们要去了解 耶稣在什么情况下生气 为什么他生气 他怎么样生气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对生气这件事情 有一个更清楚的更正确的看法 然后耶稣看见为君子 他就生气 在马太福音里面 你去看 从第六章第七章开始 你可能会很惊奇 耶稣说话 那时候他非常自荐了当 说你们假恶为善的人啊 有祸 罢他们 自备他们假恶为善 你们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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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说你们假恶为善的人有祸 不过连连讲好多次好多次 可能十次都有 因为什么 因为耶稣最不能够忍受 人家讲一套 做一套 心讲的和 口讲的和心里所想的不一样 所以耶稣就是很 不喜欢假恶为善的人 你看耶稣和瑞利在一起 犯罪的罪 犯被人看为罪人的罪 人家看不起了 但是耶稣还肯和他们吃饭 但是耶稣对那些宗教领袖 那些自有意的华利赛人 耶稣就自备他们 耶稣不留情了 所以第一 耶稣看见假恶为善的人 耶稣就申请 耶稣不喜欢 第二 耶稣对不负真正的事情 也十分深情 在《路教报应》里面 记载财主和拉撒路的事 就讲到有个财主 天天失华燕乐 那么他的门口呢 有个讨犯人 叫拉撒路 然后那个人呢 就被人抬到财主的门口 等待 等 看看这个财主 会不会周记他 诶 圣经里没有记载这个财主 出门的时候 看见拉撒路 就骂他 踢他一脚 没有 圣经里没有讲到这个财主 去攻击 或者去苦待这个拉撒路 但是耶稣的比喻里面 其实说 后来这个财主死了 拉撒路也死了 但是两个人去的地方 完全不同 那么耶稣的比喻里面 就暗示这个财主 是去到一个受刑罚的地方 而拉撒路呢 是去到一个被得到安慰 得到奖赏的地方 所以耶稣的重点 并不是说那个财主 犯了什么 主动的 行动上的罪 但是他是有罪 他是什么罪呢 知道善而不起行的罪 圣经告诉我们 人若知道善而不起行 这就是他的罪 那么人将把拉撒路放在他门口 但是这个财主不证为 拉撒路是他的责任 财主不证为他应该帮助他 这是他的事情 不是我的事情 所以他不负起这个责任 他自己很多东西 他可以给他一点东西吃啊 他可以帮助他一点 但是他没有 虽然他没有攻击他 虽然他没有踢他 但是他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推陷责任 所以弟兄弟 耶稣看到 推陷责任的人 耶稣也是不喜欢 你在一个团体当中 你在一个家庭当中 你在一个婚姻里面 你在一个社会里面 在一个国家里面 你都有应尽的责任 如果你没有尽到应尽的本分 神不喜欢 耶稣也不喜欢 所以耶稣不喜欢 推陷责任 不负责任的人 还有呢 耶稣也不喜欢 重自度 而不重人的人 圣灵告诉我们 由此耶稣到一个会谈 看到里面有一个手扑干的人 用现在的病人 不知道用什么 是肌肉微缩呢 还是癫痪呢 不得清楚 总之 他手就是不再可以用的 那么 那时候呢 在会堂里面有很多巴利塞 他们看见有一个病人在会堂 而耶稣又进来了 他们就关心去留心 看耶稣怎么样做 他们不是要看耶稣怎么听他们领受 他们要抓牌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一个满有怜悯 有爱心的人 耶稣一看见他 一定也是会抑制他 那刚好那一天是安息人 所以他们说 哈 机会来了 我们来看 如果他 依他 我们就来批评他 是不是 但是呢 他们还没有做出这些事情以前 耶稣已经知道他们的存心了 耶稣就进去 耶稣叫那个手 他能到中间站住 耶稣就向周围看 就问他们说 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人害人 哪一件事情是应该做的 哪一件事情是不应该做的 当时他们给他一问 就给他问道 一方面说 为什么耶稣知道我们的存心呢 他们就没有发展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怒目 知道吗 怒目就是很凶的眼光 对他们看了他们 不是一个大人 一群人 突然抓耶稣 所以圣经说 耶稣怒目视为看他们 他们都没有发展 以后耶稣就 叫那个人来 就把他议好 所以耶稣 他是 不会被这些死的条规所限制 因为我曾经到 契化以色列里行 那时候 那时候 张盾美赫文去去 还有 陈富宏弟兄 还有陈里利花子 美赫文去去 犹太人到现在为止 他们守安息者 还是守得很立法化 他们的酒店的电梯呢 安息者的时候呢 他有自动的 每一站就停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 安息者 不可以做工 这个按这个电梯呢 就是做工 就是违背法 所以他的电梯呢 到了礼拜六 安息者 每一站都自己停了 所以他们就不必犯犯罪 所以他们每一层都可以 上去下来 这样子 所以犹太人呢 耶稣那个时代 也是有一批犹太人 他们守安息者 守到什么程度呢 守到非常离谱的程度 所以当时他们证明说 安息者 耶稣也不可以以便 但是耶稣的意思说 安息者 救人是可以的 害人就不可以 还有另外一次 耶稣的门徒经过个麦田 那时候耶稣的门徒肚子饿了 所以门徒经过麦田 看到这个麦穗 他们就加一个麦穗来吃 哇 就放那些 也是在跟踪耶稣的门徒 马上对耶稣说 看 你看他们做了安息者 不可做的事情 你安息怎么可以 找这个麦穗来撑呢 那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 他说你们没有 你读圣经忘记了吗 你忘记吗 圣经记载了 大为何跟随他的人 有一次 当他们饥饿的时候 他们进到圣殿里面去 他们呢 把圣殿里的承设 你知道圣殿里面有个地方 把承设给他 他说他们把承设给他 他们把承设给他 他说你们没有念过这个事情吗 后来耶稣就说 他说安息者是为人定的 人不是为安息者而有的 明白吗 这句话吗 意思是说 上帝定的安息者 是为了人的好处而定的 人不是为了安息者而来生存 而来生活的 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 上帝的律法都是为了人的好 你不能够因为有一些条规 而忽略了应该救的人 应该帮助的人 应该做的这些事情 所以耶稣结论的时候 他说人子 就是他自己 他说我是安息者之主 意思是说我就是设立安息者之主 难道我不懂吗 难道我不明白吗 所以耶稣这两件事情 在会堂里安息者 医好守他的人 还有耶稣的门徒 在安息者经过麦田 拿麦穗来吃 这两件事情 耶稣都认为是可以做的 不是犯法的 所以耶稣就很不喜欢那些 基于你一些条规 一些条例 而不去做一些对人有利的事情 我们今天有时候也会陷入这种错误当中 我不是说我们可以什么规则都不一样 不 我们当然每个团体 每个家庭 每个国家都有一些条例 但是有时候呢 条例是死的 人是祸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也会讲 一个计划什么 法什么 法外情 就是说是有这个法 但是也有个地方你可以找出 可以有恩情 对人有爱 可以帮助人 体会人的方法来做 所以叫法外情 所以要知道 耶稣主看这个人 基于你一些小条例 而忽略了上帝的心理 而忽略了他同胞的需要 或者看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你不去帮助他的话 耶稣也是不喜欢 当然耶稣不是鼓励我们 无法无天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要妥当地 要了解这个法律的目的是什么 而去善良 而不是去错误 我们一起读 这个是上帝给我们清楚 祂对我们的要求 来 弥加书六章八节 世人啊 耶和华已指示你 何为善 祂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是纯千贤的心 与你的上帝同行 所以上帝喜欢我们有一个怜悯 连续的心 过瘾 你去献祭 你去祷告 好 好 再接下去 耶稣不喜欢一切莫切的事情 耶稣在世的时候 曾经接近圣殿 有两次 很奇妙 第一次是祂开始出来传呼应的时候 第二次呢 是祂快要受到离 第一次的时候 两次都是接近圣殿 那么这两次接近圣殿的情况 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他看见圣殿里面 很多人在那边做买卖 对贩云钱 卖鸽子 卖牛羊 所以耶稣就把他们赶出去 耶稣说 我的链是倒到天 你们却成为整窝了 很多时候我们读那段圣经 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礼拜堂 在圣殿 不可以做买卖 甚至有的人 连圣经都不可以卖 因为是买卖 你卖圣经就不对了 所以设在教堂里面 不可以卖一些属灵的收集 那些不对的 耶稣把你赶出去 那有些教会他们要 有拆船啊 或者他们要有人出去步道啊 或者有人要 要开始建教会啊 那不是有人就提 哎呀我们的钱都奉行都奉行 差不多了 我们也没有多余的钱了 诶我会做包啊 我会做菜包啊 我会做一些包 那么 那弟兄姊妹 反正大家都有吃嘛 那我做包来卖 那弟兄姊妹卖了以后这个钱 我们去支持宣教啊 我们去做建堂基金啊 好不好 有的人真的不好 因为在圣殿里面卖包子 怎么行啊 所以我有经济会 经太理退休会 也是一到两太理 两太理都是很坚持的 特别是那个反对的 哇 不可以不可以 怎么可以卖 因为上帝自然有办法给我们钱 所以我们不必卖 呵呵呵 我就告诉他 耶稣为什么接近圣殿 我们读圣经有时候读错了吗 我们有时候什么 是为了自己的 给人说我们很好 其实呢 我们实际上做的 耶稣为什么把这些人赶出去 你知道吗 因为当时犹太人 他们是分散犹得过 甚至到外国去了 甚至到外国去了 但他们美宏接亲的时候 他们从世界和地 就回到耶路撒尔来送借 所以他们的钱呢 是不识当地的钱 所以他们到圣殿去呢 也不方便 地方也不锁 不知道哪里买鸽 哪里买鸽 也不懂 所以当他们到圣殿去的话 他们要献祭啊 所以呢 有一批人呢 就占这个优势 他们就用非常不合理的 这个兑换利 比方说一块钱得你多少美金 香港钱得你多少美金 怎么换换换换 当时他们用什么呢 用高过大概二十倍的钱 比方说一个鸽子 本来是可以卖一块钱的 给他们一算 他们的汇一对呢 就得你二十块钱 就是一对鸽子 因为那个穷人啊 他们没有办法买牛羊 圣经告诉他们 他们可以买鸽子 看到买鸽子的人 买鸽子的人呢 他已经很没有钱了 这些做生意的人 还很无理的 又很高的这个兑换利 本来是一块钱的 变成二十块钱 所以他们就是利用这些 固有的优势 去剥削这些穷苦 所以耶稣所弃的时候 弃他们这些东西 当然在圣殿的圣经地方 也不会有牛啊 叫啊 这个也不好 但是他最重要的重点 是耶稣看出他们的心 他们不是为了方便人的继续 如果是他们那批人 他们证明说 很多人从外地来 他们不知道什么地方买牛买羊 我们为他们一杯先留些羊 以赫得价钱败给他们 我相信耶稣都会自备他们 他们动机如果是好的 是帮助人家去敬拜神的 是帮助人家去献祭的 动机好的话 上耶稣一定会责备他们 但是耶稣看的是他们 剥新的情况 所以耶稣把他们干出去 比方说 我曾经听过一个人 他说我在这个教会里面 为了告别的 我从来没有讲过一篇道是重复的 诶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是说 他每篇道都是新的 当然好 这个好 意思是说你没有重复 但是我心里就反过来 我说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是一篇道是重要的话 我不单是要重复一次 我要重复五次 为什么 因为人很容易就忘记 而且今天讲的 今天来的人 不一定是我以前讲的 讲道是他来过的 所以我的动机 如果我是懒惰 亦被信息 而把以前讲的道 讲了再讲 那就不对 但是如果我这篇道很重要 我讲了再讲 讲了再讲 有什么不对 如果我的动机是为了造就弟兄姊妹 我的动机是为了有一些人还没有听 还没有听清楚 我为了他的灵性的长进 我记得 我讲了 再讲 有什么话 对吗 那如果我发现弟兄姊妹要买圣经 我去书店买了圣经 来礼拜堂卖给你们 我不赚钱 我有时候还要贴钱 是不是 那不好吗 我帮助弟兄姊妹由圣经读 了解神的话 难道不可以吗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事情 要看到他动机 看他的重点在哪里 而不能够经历一些所谓的传统 所谓的一些规条 而是经历他真正的隐形 所以我说耶稣是很谦卑的人 但是耶稣在圣经里面有不少的场合 他讲话也是很严厉的 甚至很不留情面 是吧 骄傲为善人啊 你们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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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祸了 哈 你还众主人呢 耶稣就是这样子被 是耶稣很严厉 所以呢 我们不要以为 什么是温柔 哦 不敢讲人家的话 不敢反对什么意见 这就叫温柔 没有勇气 看到一些坏的事情 也不敢讲 明明这是坏的 做的不对的事情 明明是一个人在欺负另外一个人 占别人的便宜 你也不出声 温柔 不敢讲 甚至现在 比方说我们教会 有时候我们 高升几乎 我们的签名 反对什么 反对什么 诶 有些人也是这样 哎呀 他真正同性恋是他的事情 管他做什么 不要批评啊 但是问题是说 如果一件事情 是违反圣经的道德 是违反上帝的旨意的 我们基督徒应该 有这个勇气 能够出来说 不对 这个不对 应该是这样子 那才是真正的谦卑 而不是说 没有胆量 叫做谦卑温柔 不 明白吗 所以弟兄子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 在欺负另外一个人 一个人站在那边陪你 一个人在那边受苦 受烟群 你就不应该说 温柔不讲 你应该站起来 勇敢的对那个人指示他 弟兄啊 或者姐妹啊 你是不对的 你这样做 欺负做小孩 是不对的 这个才是真正神事观 所以弟兄准备 不要误会 什么叫温柔 好 我在周康里面大康没有讲的 以下我要补充讲的 因为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说我所讲的 我所做的都是我从父那边学到的 我听他怎么样讲 我看他怎么样做 我就这样做 好吧 那么我们看耶稣 他说他是跟着天父做的 那我们来看看天父是怎么样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神是怎么样 上帝曾经自己 上帝这样宣告 他对摩西说 他说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 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上帝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注意啊 其实这段圣经里面已经很明显了 但是我们人就是奇怪 我们常常没有仔细去看他的字 我们就有一个隆隆隆隆隆的印象 刚才上帝怎么说 上帝说耶和华 耶和华 就说他自己了 我是不发怒的 我是有怜悯的 是不是 问你们啊 抒起摇头 不是啊 对啦 圣经没有说 耶和华说 我什么都怜悯慈悲的 我是不发怒的 没有 圣经说什么 我是 不轻易发怒 所以读圣经要注意这个字 不是啊 不轻易意思说我不随便发怒 他等于说他会发怒 但是不是随随便便发怒 不是很随便的就发怒 但是表明神会发怒 有的人说耶 因为上帝是慈爱的 怎么会发怒呢 上帝是慈爱的 怎么会这样管教灵呢 不会的 那就错了 圣经告诉我们 神是爱 是不是 但是希伯来说 他说我们什么 神是烈火 等一下我们可能会看到 所以读圣经要小心 要留意 神会发怒 但是他不轻易发怒 那么在圣经里啊 有九次提到耶和华不轻易发怒 九次提到不轻易发怒 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发怒 明书记诗一章一节 众百姓发怨言 他们的恶与大道耶和华中 耶和华听见了 就怒气发作 石火在他们中间粉烧 只烧到淫的边界 有些人不能够接受这个话 他们认为 怎么上帝好这种情绪呢 他会发怒呢 上帝应该是 铁面如私铁面如情 但是他无情就没有感情 好像实实反反的 不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的上帝 是蛮有感情的 他有爱 但是他也会发怒 你要不要嫁给一个不会发怒的人 你说好啊 他不会发怒 他就不会生我的气啊 是 所以你走有一天走到路上 有一些坏人在他们调性你 你的先生也不发怒的人 你要不要叫先生吗 当然你不要啦 因为他没有是非之分嘛 他没有正义感嘛 他不会为人家讲正义的话 是吧 所以不会发怒的人不是好的 很可怕 耶和华发怒 圣经告诉我们 耶和华在圣经里面 人不能看见神 人看见神就会死 但是神显现的时候 他常常用火焰来代表他 这个有意思呢 为什么知道吗 火是最猛烈的 而且火是最圣洁的 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在印尼 那时候一些不是很进步 不是说一个针打一个人就丢掉 哪有这样浪费 针打了还可以用的 但他们用什么 他们有个酒精灯 是不是啊 酒精这个火 打了以后就在这个针 在这个火上烧 为什么 因为火能够把虚菌烧死 火是消毒的 火是很接近的 所以上帝是烈火 上帝是祭邪的 不好的东西 恶的东西 对人类有害的东西 上帝都要消毒的 好 我们讲到摩西了 圣经给摩西的称 这个美意是什么呢 一起来读 来 摩西为人既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英文是说他很谦卑 那中文呢 放上个和证 就是说他很谦卑 很温和 当然谦卑的人就不会随便发脾气 谦卑的人讲话有温重一点 所以摩西是很温重的人 摩西发发脾气没有 胜过气没有 不但有啊 而且非常激烈 你还记得吗 神叫摩西上山 叫他做人的法法 于上帝要把世界写在法法 过了相当日子以后 摩西就和耶稣就下山了 快要下山到一半的时候 摩西就听见 耶稣也听见 他说摩西啊 我看见那个山下的营地里面 有战争啊 有征战的声音啊 摩西一听 没有啊 但我没有听见打胜仗的声音 我也没有听见打败仗的声音 我所听到的是什么 是人在唱歌的声音 所以他们在走下来 他说山下的时候摩西一看见 哇 有一次金牛渡在那里 读解这个以色列人围在那边 跳舞来拜那个金牛渡 哇 摩西真的很气很气很气 摩西气到什么程度 摩西把那两块法板就摔在地上 山下摔碎 喂 那个法板是上帝的世界 是上帝亲自写上这个世界 你把这个法板丢掉 你不是得罪上帝了吗 诶 很奇妙的 摩西气到那程度 把这个两个事把他丢碎了 圣经没有记载上帝神气 为什么 因为摩西所发的气 是很合上帝指引的气 因为他们离开的时候 击败无效 我们讲了摩西了 我们讲保罗 保罗在圣经里面很多教训 我们大部分 听到的教训都是保罗写的 说什么我们是上帝的选民 我们要怎么样 要温重 对不对 还有呢 这个也是保罗说的 圣灵首天的国者是什么 那其中一个是什么 温重 还有他也告诉传道人 他说做传道人啊 不要增进 不要人家打架 争吵 是吧 要温温和和的带众人 诶 这个是使徒保罗教训啊 好 那保罗怎样做 我不是在这里挑保罗的错 说他言行不一致 不是 是要给我们看出 他是所以说的温柔是什么意思 他不是说我可以申请 好 保罗对那些传异端的人 非常严厉 他说无论什么人 就算我们的同工 就算我们天上的天使都好 如果传福音给你们 和我们以前所传给你们的同工 他怎么样 他应该受受主 中不中 蛮重的这句话 如果一个人传假福音 传异端 他要受受主 我已经说了 现在再说 如果他们传异端 传不是我们传光的那个传政规 他要背诵众主 非常严厉 还有保罗对克林多教会 克林多教会很有钱 很有人才 但是呢 道德败外 他们中间有的人呢 把他祭母 收下来做太太 哇 这个事情保罗听了以后 非常愤怒 他说这个事情 连外面的人 不信耶稣的人都不敢做 你们既敢这样做 而且你们还不羞耻 你们还好像不当一回事 你们应该羞耻才对啊 所以保罗说 你要我带着行脏 比如说好像鞭子一样 去打你们呢 还是带着存爱呢 你说你们要不要悔赶 要把这些人赶出去 把犯罪的人赶出去 所以保罗很严格 所以弟兄神耶 所以有一天 如果你看到教会 做一些严厉点的事情 把那些犯罪的人 赶出去教会的话 你就不要说 好 没有爱心 没有爱心 不如 当和真理违背的时候 当道德腐败 弱弱的时候 教会要自私公 所以保罗就是很严格的支持 好 最后了 专家你们的解释 然后以下我讲的是 我在进修的时候 我的教授 我的老师 书里面拿来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人啊 他说这个生气 不是单单情绪的事情 生气也是生理的问题 就好像现在我们说了 一个人 居伤 depressed 不是单单他情绪的问题 有时候是生理的问题 他的内分泌不平衡 或者他缺少什么 所以应该看医生 不是说祷告 祷告 当然神 如果没有医生的场合 神会行神机 超自然神的 一毫 但是 就像你肚子饿了 你祷告 当然 有时候可能神行神机 你就没有这个 不会饿了 也会有 不是说没有 但是最普通的办法 你肚子饿什么 就去吃饭了 所以 专家告诉我们 一个人生气 不是单单情绪上的 不够寒厉 不是 是他生理上的问题 为什么呢 他说人啊 人有一个机制 是上帝给的 就是他有一种自动的 自动的 不必你去做 好了 开始了 不必 他自动违法了 就是说 他有一个叫做 征战 或者跑开 打 或者 跑 就是这样 打或者跑 他的机制 是什么呢 就当一个人啊 他遇到危险的时候 或者遇到挫症的时候 或者遇到警戒的时候 或者遇到警戒的时候 就是突然间就惨 就自动自动 就挖了 他就 就是整个人就紧张了 他分泌就分泌 就让他很警戒 要么就打 就是把握回去 要么就跑 能够打就打 不能够跑 就跑 看到老虎 要跑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人生理上的 自然的主法 所以呢 当个人遇到挫折 但是 当个人遇到难处 或者遇到警戒的情况下 他身体自然的就 产生一种东西 一种分泌 一种激素 这样他人很紧张 而且要预备 要面临这个东西 这是上帝给人的 自治的一个机能 所以 给你们一个安慰 有时候 当你 遇到一些事情 很不顺的时候 一到一时间很紧急的时候 你心情不好 你知道吗 你心情不好 你会生气啊 我不是鼓励你们生气下去 也不是 你不要马上就说 哎呀呀呀呀呀呀就死别了 我要醉了 不是 这是当有挫折有难处的时候 你是自然会产生这个情况 但是你要小心 就是说 哎 这是自然的 但是我要小心 就不要生气了以后 看到孩子一个巴掌爬下去 那就不行了 你知道吗 有出口的骂人那就不行了 但是那时候的一种紧张 一种不带烦 或者一种生气的感觉 是正常的 既然这个机制是上帝给你的 为我们人做的 所以上帝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来自备 不过呢 我们就要小心去舍 不要让他演变成犯罪的行为 所以如果有个人 不断断的对着你碰大骂 所以你这个骗人的人 你这个甲为山的人 当然你会生气了 如果你不会生气 我告诉你 要么你就是休养到坏人了 要么你就是有点麻烦 还有吗 有个人的 哎呀 哎呀 讲一个实战的事情好了 Mark Mark Twain Mark Twain 但是很容易讲故事文化 他有一天去到一个 city 到那边喝咖啡 喝茶什么的 后来听到一个人说 他说呢 他说呢 Mark Twain 他说 我有个亲戚呢 他说呢 他 他是 无论你讲到什么 什么笑话 他都会笑 那个 那个 Mark Twain 就 就不服气 他说 蛤 因为 Mark Twain 很忧闷 带他来 我讲给他听 所以那天他演讲 就把那个人带来了 Mark Twain 那个时候就 把他所有最好笑的故事都讲了 讲啊 讲啊 大家都笑到 红堂大笑 那个人笑都不笑 到后来 Mark Twain 很挫折 认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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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又再回到那个咖啡店去 哎呀 真的 这个人真的是很特别 但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 后来那个人说 哦 那个人啊 我认识他 他耳聋了 已经好久了 原来那个人是耳聋的人 所以Mark Twain 都讲了怎么好笑 他都不笑 因为他耳聋 明白吗 是他生理的问题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不要为生理的问题 去当个不必要的做当 好吧 时间关系 我要结束了 经训 我们从哥林波前书四三章五六 两件 来做个平衡 平衡是最难的 你知道吗 要掐到好处最难的 我们只能常会走极端 要吗就这样 要吗就这样 好像引发脸 像没有翻过的饼 要吗一边烧焦 一面来生的 基督徒也是这样 听道也是这样 我们行神的道也要注意 不要走极端 不要平衡 好 大家都来 你看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一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 你看 不轻易发怒 不是说不要发怒 不轻易发怒 还有呢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的 所以呢 不要轻易发怒 和不喜欢不义 要两个都同样重要 换句话说 你不要随便轻易发怒 但是 如果是不公义的事情 不公平的事情 是不圣洁的事情 是罪人的事情 你就 不能够喜欢他 你就要什么 你就要生气 你不圣洁就错了 所以结果 结论 结论 一起来斗 很短 来 基督徒 应该容易表达 对罪的愤怒 由错者 或内分泌系统 或情绪 和心理需要 而来的怒气 不是罪 不要背负 不必要的 内疚重大 就是说 不要说 哎呀我就是很落后了 我就是有罪了 为什么我还生气 给他骂一下 有什么关系 那多姐姐也可以啊 哎呦 你这样也当 我做不到 如果你一个人没有理由 没有一个人乱骂我 我会气的哦 但是什么 要小心 不要让他发展 成为有罪的行为 这就是今天的信心 所以 不要要求自己抬高 不要分辨 哦 这样子 我知道这是生理的法 但是我要小心 不要让他 也对成 不好的事情 知道吗 你事情不顺 就不用出门 出到门口 踢你的狗 狗就去咬孩子 你的孩子 哎呀 这个犯罪了 就不好了 啊 你生气 你挫折 是正常的 但是赶快 求主帮助 帮助 帮助 那怎么样处理怒气呢 这是以后我要继续讲的 今天第一点 就是告诉你们 不要以为 所有的气 都是罪 天徒帮助我们 清楚明白 圣经的教导 让我们过一个 平衡的 合理心意的 基督徒生活 用我们的耶稣 阿们 阿们